1931年10月16日 就在马战山从黑河赶往七七哈哈的路上 魏军张海鹏已经任命徐景龙为先锋司令率领三个团杀向了江桥 为了给魏军加油助威 日军还派出了200名军人前去驻战 这时徐宝珍已经率领几千名东北军在江桥北岸修筑了大量攻势 并拆毁了一段江桥 以防止敌军渡江 另外徐宝珍还耍了一个阴谋在江桥南岸埋下了大量地雷 而徐景龙呢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自以为有日军的撑腰 东北军肯定不敢抵抗 所以就大摇大摆的往前行进 结果可想而知 两军还没有打两枪 徐景龙就被地雷给炸死了 魏军一看老大都没了还打个鸟啊 顿时被吓得四散而逃 首战告捷的电报传到大星号上 马战山大喜不宜 准备带着捷豹到哈尔滨 与东北军元老张景慧商讨事宜 但是就在马战山赶往七七哈尔的路上 他又收到了一条情报 张景慧已经发表了避免与日军冲突的宣言 马战山听把失落至极 到达哈尔滨码头之后 他便立刻乘坐火车赶往了七七哈尔 根本没有去见张景慧 10月19日夜 在路上奔波了九天的马战山 终于抵达七七哈尔 随后他便于谢科不顾不抵抗命令 发表了著名的抵抗宣言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 三少一亡其二 少有人心者莫不握心长胆 誓旧为王 虽我黑龙江偏出一语 但尚称一片净土 而后凡寝入我江省静者 势必决一死战 接下来几天 马战山又走街串巷 对着市民和学生 发表了许多慷慨激昂的抗战宣言 搞得日本人很不识滋味 为了恫吓马战山 日本便派出了一架飞机 趁着马战山给学生们演讲的时候 撒下了大量船单 以及两颗炸弹 炸死了两个市民 炸上了两个学生 马战山火冒三长 对着飞机大骂笑日本 而谢可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 日本飞机偏偏这时候来 肯定是有人报信 马战山恍然大悟 立刻下令逮捕日寇奸细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原来是一个叫做山普二郎的日本商人 用信歌给日军报了信 马战山听闻拍着桌子 大声命令道 只要是日本人 不论公母 全他妈的给我抓起来 另外把那个山普的家伙 带过来 割了耳朵 送到日军那里 告诉日本人 再由飞机入城轰炸 伤我一人 割日人一只耳朵 伤我诗人 割日人失之耳朵 死我一人 砍日人一颗脑袋 死我诗人 砍日人失颗脑袋 日本人看到信件 裹着两个血淋淋的耳朵 这才意识到 马战山不是好欺负的 再加上日本人又害怕苏联干预 所以他们只好采用 攻心之计 让驻七七哈尔的领事 清水八百一 劝降马战山 奉天吉林 已经与我大日本合作 如果马将军愿意合作 我们也将优待 马战山听拔 一声冷笑 直接把他怼了回去 我马战山 奉国家之命 为一声之主戏 收徒有则 只要一息上村 绝不该是尺寸徒弟 沦于一族 清水仍不死心 又说道 如果马将军感觉合作困难 我们愿出五百万美金 让马将军出国考察 黑龙江省和平 让给张海鹏将军 马将军也可以保持体面 马战山大怒说道 张海鹏算个什么东西 他若胆敢对黑龙江诱武 我马战山收徒有则 坚决剿灭 清水这才灰溜溜的走了 但是他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过了几天 他又找到马战山说 陶昂铁路为大日本 满铁诛事会借款修筑 哈尔格江桥 桥梁被毁 交通阻断 正是秋收季节影响大豆运输 满铁工人要前往修复 嫩江大桥 马战山一言就识破了清水的阴谋 这是准备修复江桥之后 再行侵略之时 所以他也忽悠清水说 江桥属于中国主权 修不修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必日本人捞心 清水恼羞成怒 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威胁道 一周之内 你们必须修好 否则就由我们接手 同时中日两军都后撤十公里 不影响我们修桥 马战主席 我们应该靠实力说话 要为自己想想后路 马战山一拍桌子 蹬的一下 站了起来 让人把清水轰了出去 等清水离开后 马战山立刻把猪将 召集了起来商量对策 但仍然有人拿着不抵抗的命令 要求马战山 不要与日口发生冲突 马战山大怒训斥道 我马某人为中央任命 一绳之主席 收徒有则绝不投降 谁要再劝 拉下去毙了 此言一出 投降派这才安静了下来 随后马战山开始盘点家产 准备组织抗战 但找了一圈才发现 把黑龙江的所有士兵加起来才两万多人 七七哈尔只有几千人 而整个黑龙江国库只有两万大洋 别说抗战了 连给士兵们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师爷 楼兴田健庄又给马战山出了一个主意 钱不够可以号召市民捐钱捐物 人不够可以到监狱里面释放一些犯人 马战山一级二行立刻给黑河的家人发电 让其变卖财产送到七七哈尔带头捐款 楼兴田也把自己半年的工资捐了出来 在他们的带动下 七七哈尔政界商界以及市民都捐了不少钱 捐完钱后 马战山又跑到了监狱 准备亲自挑选一些勇士当兵 而这一挑就挑出来了一位传奇将军 此人名叫李海清 又名忠义 一把九五年生 山东武城县人 十二岁时跟着母亲逃荒至黑龙江 二十岁时因家午纠纷 避上梁山 因为英勇善战忠义无双 很快成为大当家 三十岁时因为京城杀宿祭贫 除暴安良 得到了黑龙江省都军兼省长 吴俊生的赏识 将其招案任命为营长后生命团长 1928年 吴俊生和张作霖在黄谷屯被炸身亡 万福林接替黑龙江省长一职 李海清因不满万福林整顿军武就骂了几句 结果被人告密判了死刑 此事正关在监狱准备执行 马战山到他监狱之后就把他拉了出来 让人拖出去假装枪毙 临行之前马战山还故意逗他 大骂着让他跪下 但李海清不但不跪还挺着脖子 对马战山说道 是可杀不可辱 有本事你就面对着面枪毙了我 马战山一听就来了脾气 猛的掏出手枪 碰碰两枪直接打了过去 当然必须故意打偏 李海清那也是真的勇猛啊 直挺挺的站着 看着子弹过来 连眼都不眨一下 马战山看怕大为敬佩 赶紧握住他的手 说明缘由 并让其帮助自己抗日 李海清一听 对方是马战山也笑了起来 高兴的说道 早就听说过马将军的大名 我在赵州安达等地 还有一批陆林兄弟 如果马将军信我 我可以把他们招来一起抗日 马战山大喜过往 赶紧释放了李海清 并给他了一匹快马 让其回去招兵买马 李海清翻身上马 立刻向城外奔驰而去 中午时分 李海清饥饿奶奶 便赶到了一家小酒馆 吃饭休息 并向老板问路 老板告诉他周边有胡子 路不好走 李海清一听大为高兴 说自己找的就是胡子 老板心头一听再看李海清手腕上 有带过靠子的痕迹 误以为他是越狱逃跑的胡子 赶紧让人偷偷通报给了官府 官府马上派了一群士兵 又把李海清逮捕了起来 无论李海清如何解释 没有一个士兵相信 又将其押回了奇奇哈尔 马南山见李海清 又被五花大棒的送了回来 笑的是前伏后仰肚子之疼 赶紧让人松绑 又写了一封亲笔信 让他带着再去招兵买马 可是这封信又引来了祸端 李海清走到半路 又被土匪的小喽喽给绑了 小喽喽看到信后 认为他是官府的人 就准备将其枪笔 幸运的是 土匪徒子韩于露 正好是李海清的老部下 双方认清之后 韩于露赶紧赔礼道歉 又把他放了 历经千辛万苦 李海清这才回到了赵州等地 他立刻变卖全部家产 召集了五千多人 火速赶往了七七哈尔 而这时又传来了一条好消息 10月24日 国联理事会议13票赞成 日本一票反对 要求日本务必于11月16日前 从中国撤军完毕 马战山觉得 既然国联有了决议 日本人应该会执行 所以在此之前应该避免与日交战 不给日本人留下口识为好 于是他下令 让徐宝珍放弃了江桥桥头阵地 向后撤退至18里外的大兴战不防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呀 我军刚撤几天 10月29日就传来了一条恶号 苏联赴外交人民委员会 加拉罕对日本驻苏联大使 广天红义口头承诺 苏联对中日交战双方 都不提供任何支持 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日军欣喜若狂 关东宁司令本庄发 马上给日军最精锐的 驻扎在长春的第二师团师团长 多梅二郎打电话 要求他们全力以赴 向宁江进军 多梅放下电话 又赶紧给16连队队长 冰本喜三郎大佐 打电话说 冰本军立功的时候到了 不用考虑苏联了 我命令你 立刻率领两个步兵大队 一个野炮大队 向黑龙江挺进 冰本听吧 也是乐开了花 10月30日便带领了4000多人 组成的嫩江支队 杀向了江桥 我命令你 谢谢大家